大家好 我是GitGit 現在來到新加坡的第二天 剛剛我check in了這間位於聖桃沙的酒店 聖桃沙是新加坡的一個離島 我自己都期待了來很久 因為它被譽為 新加坡的夏威夷 是一個度假天堂 周圍都是陽光與海灘 我們晚點就想去附近的沙灘 休息一下 然後還去beach club喝東西 現在可以馬上來個room tour Hello 歡迎來到我這間 好像別墅一樣的房間 大家可以來參觀一下 首先一進到房門 右邊有個衣櫃 不是很大的 一秒看完 接著就有個mini bar的位置 然後有個雪櫃 接著就來看看廁所 超大 而且是很開陽 因為它有一個很大的窗 然後陽光可以照射下來 真是你早上擦牙 看著這個景色都很舒服 那個景色不能讓大家看著 要保持神秘感 然後就有兩個洗手盆 就有這個浴缸 這個就是廁所 剛剛已經在這裡爆了一個石 哈哈哈哈 在廁所一出來就有一個很大的沙發 已經很貼心的 然後又有一個Welcome chocolate 然後我們來床 但是其實這間房間 我自己最喜歡 而且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一打開 是甚麼 是一個很大的花園 多人早上睡醒 然後一打開 看到這個景色 其實都覺得很舒服 真的有度假的感覺 我們就出來看看 這個花園真的大到 跑步也可以 真的做瑜伽 打關斗 這樣也是OK的 大家看看 這個景色 我覺得如果是一家大小 有小朋友這樣來 是很棒的 你可以戴上帳篷 就算是野餐墊 在這裡坐著睡著 也挺棒的 大家去旅行的時候 一定會到處瘋 到處玩 到處撞 很怕我的電話會整跌 而且也想你的電話 可以漂亮的 搭配你的OTD出去 所以這次去旅行 我都戴上Casify的Case過來 搭配衣服 因為現在都推出了新的iPhone 15 Caseify都推出了很多新的產品 而現在還有一個優惠碼 15吉給大家 手機殼和手機配件 都會有限時850折的優惠 大家就算有沒有換新電話 都可以用得到 我自己是一個經常會跌電話的人 以前真的可以一連爆幾次螢幕 都不出奇 所以我就要跟大家介紹這個 Caseify史上最強防霜手機殼 就是這個Ultra Bounce 它當中會有六層的防護 可以承受到跌260次都不爛 就這樣聽起來都好像很厲害 它有四個極強彈力的保護角 內置鏡頭保護 MagSafe持環 硬護背板 邊框內側Ecoshock物料 以及背板X型Ecoshock結構 如果你想選擇其他款式的話 都會有這個人氣的強項防霜手機殼 還有鏡面手機殼 它們兩個現在都一齊升級了 這個強項防霜手機殼 它的重量和厚度都減少了16% 但都可以放心 因為保護力依然會有2.5米的防霜保護 日常用就適合了 另外我都很喜歡鏡面手機殼 因為可以隨時self check 保障 保障 另外有個位置我都很驚喜 就是它現在三款手機殼 這裡都特意開了兩個小洞 方便我們掛手機吊飾 或者手機繩去用 除了手機殼之外 它們的手機配件都越出越多 例如Snappy的手機支架 還有PowerFlu的充電器 另外其實它們現在所有手機殼 都已經支援MagSafe的功能 當然不能浪費這個那麼方便的功能 如果想要另外一個充電方法 都可以選擇Casify的手機充電線 最後很重要 就是我最近很喜歡 還有可以幫我整個造型 增加亮點的小東西 就是這個phone charm 用了真的不能回頭 平時這樣圈著它 掛著電話 真的很方便 拿著它 然後對鏡自拍 又或者放在褲袋裡 其實都是很棒的 如果大家都想買以上的產品 就一定要用我的Promo code15吉 因為是一個限時的百五折 因為是划算很多的 大家都快點上去官網看看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個星圖沙版的 GET READY WITH ME 然後晚點就可以出去海灘 感受這個這麼chill的地方 剛剛換了一條裙子 待會會穿這件衣服 這件是LOVE BONITO的 今次也是我第一次穿它 我覺得很適合這個度假風 去海邊的時候穿 在香港穿 又會覺得好像很誇張 但是不知為何來到旅行的時候 就會覺得其實都沒什麼 很正常 它後面其實也有一個露背位 都開到這裡 還有這個 會帶上這個 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的 Andy Prima的小袋子 這個袋子其實不同 之前那個 因為我又拖了一個 它就是湖水綠色的 這樣其實一套 覺得真的很適合去海邊的 待會看到就是這樣 剛才洗完臉 現在準備塗上護膚品 然後就會開始上妝 但是大家不要看我 現在的樣子好像沒什麼 但是其實在這個正常的樣子底下 是生了一顆超級大的暗瘡 就是這個位置 還有黏了暗瘡貼 我們昨天第一天來到新加坡才生 然後它昨天晚上已經是有點濃 我就是很暴力地擠了 再貼上暗瘡貼 現在那些濃好像都吸得七七八八出來 就是這樣 好像暗默一樣 但是它現在好像已經沒有什麼濃 這個也是我之前推介給大家的暗瘡貼 就是Atlis的暗瘡貼 它真的挺厲害 話說最近妝前保養 我都很喜歡用這一套的combo 我覺得很棒 首先我會用Melfita的花水 來PREPREP皮膚 其實這一支我幾年前已經有用過 它原來就是一個100%的天然有機花水 所以它的味道很棒 不會有那種很假的玫瑰味 我通常一噴 好像整個人和皮膚都會被它換成了 噴完之後其他護膚品就會更加吸收 都會幫你輕輕平衡 所有平衡 通常可能定妝或者很乾 做完運動很熱 我就會噴一噴它 然後第二步 這支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用完之後皮膚很噴噴 都是Melfita的 就是它們新推出的 玫瑰保濕味精華水 因為我覺得用很多toner 都有一種吃枝無味 氣之可惜的感覺 但是它這支不同 它是一個精華水 所以它的質地就是在toner和精華的中間 它是好像gel一樣 但推開之後 水得來 又會有保濕感 我通常就會爽到 真的爽到 然後就拍上面 其實會有一些粉紅色的微分子泡泡 其實就是一些玫瑰果油 它是完全把水和油融合在一起 它真的一點都不黏黏 只是很水的滋潤感 而且很香 我最喜歡它會像磁石一樣 將之後塗的護膚品和營養 是更加落實的 所以你之後如果塗一些功能性的產品 例如美白產品 就可以將效果更加佩戴 而且我覺得它也幫我提升了皮膚的修復能力 因為有時候可能突然有敏感 泛紅或者乾燥 塗它就會感覺到 那些紅是退得很快 鼻液脫皮的位置 都會立刻平復 而且現在就算掃眼的時候 其實看上去都是很光澤感 不會說有暗啞的情況 我覺得這樣一些水和油用 感覺挺不錯 因為可以又補水又補油 其實只補一樣都不行 一定要兩樣都很平衡 而且兩枝都沒有一些有害的化學成分 所以我用起來就很放心 而且我想說它兩枝的性價比都很高 因為這一枝花水和精華水 其實每枝只不過是224元 他們現在正在做優惠 在門子和官網都會有這個優惠 我將詳情放在info box 連結也放在下面 大家有興趣就去看一下 接著就塗上那個cream 這一枝就是Certifil的daily hydrating lotion 這一枝其實我已經用過很多枝 應該都有兩三枝 它是很適合敏感肌 或者一切的皮膚去使用 之前我有兩個朋友敏感 我每人送了一枝這個給他們 它是一個醫生都會推薦的品牌 是非常溫和 它其實質地也是很水 不會有負擔的cream 所以我就會日頭或者上妝前 用它來塗臉保濕 皮膚已經準備好 上妝了 我真的說到聲音都沙了 先喝一口水 接著就當然要塗防曬 用這個amani的 不過這一枝我就覺得正常的防曬 沒有特別推薦還是不推薦 每天我都會塗防曬 當然不能給一些單仔 印仔出來 接著就會塗遮瑕膏 這個遮瑕膏之前也跟大家輕輕介紹過 又是mac的遮瑕盤 我就會用手指搓亂它 讓它沒有那麼乾 綠色血管的位置 就會用橙色和粉紅色 隨便在眼睛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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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一點橙色 塗在黑眼圈最強的位置點點點點 其實黑眼圈已經幫你調色 就已經不太明顯了 這一顆很紅的印 我會用三文魚色 真的還沒完全遮瑕 但起碼調一調色 不要那麼紅 否則待會塗了粉底也遮不住 這次粉底我會用 Cristian Louboutin BB Cushion 但我這次因為這個case太重 所以我沒有帶過來 我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review size 拿了過來 這個牌子 大家可能還沒聽過 她的BB Cushion 我之前也沒有 大家也可能比較熟悉她的唇膏 但我之前一用 我又覺得 嘩 真是蠻好用 但她真的蠻貴 一千元 但她是沒有review的 但我覺得她的妝感是很漂亮 而且有驚喜的 超貼 很貼 你一印她 她已經是 什麼瑕疵 都已經消失了 所以最近我真的很喜歡用她 很方便拍攝機拍 就可以出門了 但我覺得這個 好像不太覺得有人推介過 那不要緊 我就用來推介 你輕輕加些碎粉 她經常都會痊癒到 然後 我就會拿一個淺色的遮瑕膏 然後用一個極小的掃 這樣塗在眼睛的淚溝位置 這樣就可以膨脹一點了 但我會在這裡再畫三角形 填滿三角形 然後再印開它 它基本上就可以幫你淚溝整個位置提亮 可能我鼻翼這些位置 我會打三角形 等法令紋沒有那麼明顯 你會覺得 這邊好像沒有這邊的法令紋那麼明顯 看到嗎 其實來了新加坡兩天 我覺得這裡的物價感覺 好像真的跟香港是差不多的 坐的士 每次就會覺得 起飆也不太貴 而且跳也不太快 但它有很多附加費 例如你在加坡大碑離開 每人要加幾元新幣 可能你是用Grab預約 它又會有預約費 每次以為很便宜 最後在下車的時候 加一加又不是想像中便宜 酒店那些一定跟香港差不多價錢 如果要找一些便宜的食物來說 新加坡是可以便宜一點的 胭脂這個是Laura Mercier的Ginger 很自然 橙橙粉粉的顏色 就算塗多了也不會覺得很誇張的一個顏色 我已經用了很久了 它用極好像還有一樣 胭脂這個東西是永遠都不會用完 我就會想先定妝 我就會用這個NARS的粉餅 這個透明這個 其實我覺得它也蠻好用 但是呢 這個粉撲不知想怎樣 它薄得像一塊紙一樣 它經常拿完好像沒有拿 當然用了很難塗 但是不要緊了 通常一塗上去 其實它也會幫你撫平了 卡住了粉的位置 因為它也會有一點點閃粉的 氣色好一點 還有整體膚色也提亮了一點 然後就到硬妝的部分 但其實眼妝的部分 我真的十年如同一天 我化妝本身也不是expert 為求我覺得化一個最適合我自己的眼妝 就是用這個 有人影盤 在韓國買的 15號色 我就會用中間這個 已經被我弄得不知為啡色了 淺啡色來整個眼皮打底 糟了眼影好像真的在外面化 會化得好一點 讓大家看到 出去一個小花園和大家化 然後呢 我通常就會用這個啡色 拌這個深啡色 塗在下眼皮的位置 呼吸著新鮮的空氣去化妝 也挺有feel的 然後把剩餘的粉 塗在下眼皮的位置 然後最重要是什麼 用一個鬆一點的掃 不斷 blend blend 就用這個閃粉色 塗在眼皮中間 然後再用一個小一點的掃 放在臥蠶的位置 這個就是我每天一定會化 還有有時候大家會問的眼影 我會塗這個 Mascara Clio的 也很好用的 很長長 而且也很自然 塗超多層 也不會覺得很蟑螂 你看看 差多遠 是不是啊 黑眼睫毛也有用的 然後眼眉的位置 很想試一下 最近Look Reels 看得到人們 不斷在眼眉 1 2 3 1 所以它可以畫到一個很完美的眼線出來 我也很想試一下 1 2 3 咦? 好像不錯 1 2 3 為什麼這邊比較向上 其實它是畫到一條挺漂亮的 但兩邊很難平衡 最後就塗上唇膏 這個就是Amani的214號色 也是那些溫柔粉色 這個妝呢 就是我新加坡版本的妝容 雖然其實 跟我在香港化的都是差不多 只不過可能深色了少少 而且比較濃一點 因為待會也要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好了 我們現在就出門口去感受陽光與海灘 Yeah 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1 2 3 2 3 2 3 1 3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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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